字幕視頻 Han 以後 字幕視頻 李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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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人的故事 你們怎麼看的 啊~~ 啊好漂亮阿 啊那個是什麼 就這樣子結束就走 什麼都沒有記錄下來 連手機拿來拍照都沒有 所以你們是這樣看 你看啊 這個當然可能是 採訪畫面 可能是现场画面 手上没有东西 不信吗 再看 这是一个投资客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现场挤满投资客看房子 记不记得这种新闻 我不管他在哪里 你看他投资客手上拿到什么 插手的啦 插手的啦 看外面的啦 空手的啦 在那边讲话聊天啦 当然如果说 今天里面有一半是排队客 那也就算了 因为排队客真的只是来排队充人气 但是实际上 很多看房子都这样子啊 你看房子是怎么看 也是看一圈 哦哦好美哦 就这样结束了 我看房呢 我是真的这样趴下去看的 这样虽然是有点作秀性质 但是 这个下面是什么 你得趴下去看 底下有什么味道 你得趴下去闻 我是这样子看房子 所以正确的买物的顺序 应该是这样 第一个是看外部的环境 就是房子的外面长成什么样 外部的环境 啊好美啊 什么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缺点 索取不动产说明书跟平面图 你们拿了不动产说明书了没 尤其是中古屋 大概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可以拿不动产说明书 就像说你买东西没有说明书 然后你就这样买得下去 我就觉得 怎么那么奇怪 可能是没有人教你吧 第三个看社区的公共设施 你们看完公共设全看完 还没看房子哦 看到第三点还没看房子哦 第四个看房屋的内部 才是看房子 内里面 然后呢看屋顶跟地下室 屋顶啊 有没有漏水啊 地下室啊 车道怎么样啊 你如果不买车位 你还是得看地下室啊 它的那个储水池是怎么样啊 地下有没有很臭啊 画份子有没有什么味道什么等等 这个都是要看的 第六个看实价登录 第七个查 建案与建商封闭 如果你今天看预售屋的话 或是新城屋 或者甚至是中古的社区 你都要查建案跟建商的封闭 光是看一个案子就这么麻烦 然后你还想要买房子 你如果连这个都懒 连买我的书都懒 那你真的不要买房子比较安全 说实话 好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 看屋随身笔记 如果你还想要买现货的话呢 我们录影的此时 听说成品书店还有现货 那金石那个什么 伯克莱跟Momo都卖完了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太热销 你说单独卖这本吗 单独卖这本又不值什么钱 所以你买书后面自己copy也是可以的 书后面有附入可以copy 所以我用这个东西来教你 要如何看房子 首先外部环境怎么看 密密麻麻对不对 我选的这十种我觉得比较重要 但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要自己记下来 第一个是环境 清幽当然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要买住宅嘛 你不是要投资 投资清幽 你要买个住宅还是要清幽 所以等于是无论如何就是清幽 一楼有店面的住宅区 感觉一楼店面比较方便对不对 不是有店面就是有外人 外人就是会破坏住宅的宁静度 或者是说外人就会让住宅的保险增加 或是外人 或是那个店面可能是做热炒 可能是卖棺材什么等等 它必须扣分的 然后第三个是热闹大马路上 你看光是一个有没有店面就可以形成一种评分 我在教你的是一个评分制度 两分一分零分这样的方式 然后最后总结下来最高分就是那个你最喜欢的房子 最好的房子写在这个笔记本上面 所以书的最后面都有 我用这个方式来教你怎么看房子 不然大家都是走马看花乱看一通 我就觉得有点恐怖 第二个学区步行有名校 这个名校是指大家都认可的名校 而不是知名学校 是大家都认可的 可能要签户籍的 但你步行到的话两分 就是至少分数比较前面 只是一般学区学校 或者是他没有学校要搭车 你当然说 Sway哥 那旁边有没有学校关我屁事 我没有小孩我单身 对 可是你要想如果这个房子 有学区加成 房价会比较保值 或者是房价会比较贵 有什么精华学区 新生学区 那个房子只要步行可达的 都会比较贵 因为小孩子上课要走路 所以要名校 如果是一般学校 那就是一般的分数 所以两分一分零分 这样子来填 懂吗 第三个 市场 Sway哥我不煮饭 不对 别人都会煮饭 你不煮饭是你的事情 煮饭一定是生活技能的代表 所以你家旁边有生活技能 那个很重要 所以步行五分钟有 传统市场是好的 我要强调是传统市场 你说Sway哥 淡海新生没有传统市场 那sorry 附近有超市是一个选择 家乐福吗 算 家乐福 对 他现在变什么了 对啊 家乐福 以后换名字再说 可是呢 传统市场代表是有生活技能的代表 有新鲜蔬果的生活技能的代表 因为传统市场的新鲜度 绝对比一般的超市还来得好 超市只是洗干净而已 你说全联哦 全联只能算一般的超市而已 因为全联的青菜 OK 可是全联的肉 我个人觉得不行 我家旁边有全联尾常去啊 我真的觉得它的青菜不错 香菇类很好 因为那都是直接批出来的 所以青菜跟菇类是可以的 但是鱼跟肉 我觉得不够格 可是我们家旁边有 黄蚊市场有早市 我们有新鲜的肉可以选择 你说啊 十位哥我不煮菜 我是上班 所以我每天吃外送 Uber胖打就好了 但你要 如果你地点很好的话 他也会比较愿意送 你地点很遥远 他也根本不愿意送 那代表你们家的地点就很差 第四个 交通 不管你是不是高雄 还是台中 捷运是不是你主流 附近有捷运在 永远是叫做都市 跟有建设开发的代表 所以附近有捷运在一定是拿两分 狗公车可以转成捷运 或是有公车 OK 那代表至少有公车 有大众交通的运输系统 也是就变一分 然后要自己开车或是骑车 就代表这个地方是鸟不拉斯 地点就比较偏了 然后那是两分一分零分这样 然后再来公园 正对大公园 这个加分交到底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 十位哥我看到公园 我前面都不要了 我只要正对大公园 比如说大安森林公园 你会这样想对不对 是大安森林公园并不是都是豪宅 旁边有些公寓啦 那当然或是有 我以前在那边出没过 有些教堂 然后有一些比较旧的房子 那个房子也是贵得不得了 因为你窗户打开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当然很好 但缺点就是什么 公寓或是华夏 它的窗户都很烂 所以面对公园 虽然景观无限好 但是噪音非常的恐怖 所以你这种房子面对公园 虽然搞不好 这一题正对高公园 给它个一百分 但是还是要花钱去重新改装潢 散步一下有公园 那你就知道啊 小朋友需要六啊 然后如果你去附近有公园 感觉是舒服啊 代表生活机能之一 虽然你不散步 我以前不散步的 然后呢 前一阵子不是台北有三级吗 那不是大家都过来在家里吗 那过来在家里实在太闷了 所以那时候我会出去外面散步 因为没有办法去上健身房运动 然后就只好散步 我才发现我们家旁边的公园 美得不得了 所以散步一下有公园 我家正前方没有公园 但是我们家散步一下有公园 美得不得了 那个大树啊 几十年的大树 超美 那个绿地可以在那边野餐啊 所以好 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认识很苦闷 可是有时候你趁机去散一下步 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会不太一样哦 然后没有公园 就是没有得休闲的地方 那也表示你们家生活技能没有这么充分 医院 开车五分钟有大医院 还不错嘛 对不对 开车五分钟 就是万里 我心中有八 我还要死啊 开车五分钟 你都可以得到急救 所以开车五分钟有医院 好 而且要大医院哦 那我家开车五分钟到亚东医院算不算 算 因为亚东医院是台大的教协医院 所以算大医院 但是我们板桥人都不爱亚东医院 除了打疫苗之外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我很少去医院啊 因为感冒我也是去诊所而已啊 我会不会去看医院 但是这代表是说 万一你今天有重大疾病的时候 救护车 当然不会送你家诊所 诊所没有足够的救护设备 大医院才有足够的急救设备 那这就是一个评分标准哦 你在心脏再需要装支架是 一分一秒的事情 所以走入五分钟的大医院 是第二名是只能够算一分算什么 代表你家在医院旁边 医院旁边不太好吧 偶一偶一听得到耶 所以如果说偶一偶一听得到 但不是很好 所以第三个叫走入四五分钟 只有小诊所或是没有诊所 代表没有生活机能 那就是零分 不是很好 所以医院一定会生病 你说我怎么可能 我身强体重 我壮年 我怎么生病 每个人都会生病 家中的老长辈也会生病 那这时候呢 开车五分钟到医院这件事情 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寺庙呢 台湾到处都有庙 真的是受不了 从话剧都有庙 有些豪宅隔壁就有庙 然后假装旁边没有庙 其实心里介意的要死 所以不行三分钟内没有庙 这很重要 表示三分钟内没有人吵你 我不是想五分钟十分钟 台湾这三分钟可能就有庙了 不行三分钟内有小宫庙 台湾太多庙了 全台湾到处都是庙 你知道吗 所以对于天主基督来讲 会觉得 哦 受不了 然后对于想要安静生活的来讲 也是 哦 受不了 我不是说庙不好 庙是大家的信仰中心 但是它如果带来一些 比如说做活动的时候 就会有噪音 烧香拌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污染 就觉得香的味道 或是说阿飘就在你家旁边飘 所以呢 隔壁就有公庙或是大型寺庙 就是很糟糕的最烂选项 拜托不要住在庙旁边 你们家的阿飘真的会比较多 好 再来 电塔 电塔到处都有 没有是电线地消火 没有高压电塔 所以这个选项是两分 当然是最好 没有错 有电线杆 对啊 没有地下化 只有电线杆横过去的公寓 我小时候就住这种房子 然后呢 那个 变压器啊 就在远远的地方 其实看得到 所以下雨或台风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 噗噗噗 火花 你感觉 哎呦 我们家要烧起来 的那种感觉 后来当然地下化就没有了 所以不行 那个 有电线杆 一分 有高压电塔 或是电线线经过 这是零分 但是其实应该是 负二十分才对 如果高压电塔 在我家旁边 我绝对不会买 有这个选项 最大的负分 我们讲的是说 看房子的时候 你家里附近有什么东西的 给你数字化 再来 零洞 就是隔壁房子 是什么 屋林相近 大楼成群 集村嘛 感觉大家都在一起嘛 环境很好啊 人口 有人在住 而且是差不多等级的啊 这是OK的 然后第二个是 有公寓跟大楼混杂 就是啊 有都根的啦 突然盖很高 挡住世界 或者公寓都弄不起来 然后公寓 就是等级不太一样的混在一起 它的环境就会稍微的不一样 不一定是差 而是说那个人民的居住性或是环境 这个环境的进步度 如果这个附近的环境都是差不多年龄的 比如说像 土城是那个实施 农积旅馆是最早的一个新北市的地方 所以土城很多地方都是14楼的公寓 14楼电梯 大家都是14楼电梯 那那个数值就差不多 因为大家的屋林都差不多 就是虽然都高高 就差不多这样 跟有些地方是 它有很多老公寓 突然间 它要都根 或是老公寓很难都根 那个环境的进步度 就不太一样 然后全部都是公寓 就是老区 很老的区域才全部都公寓 没有都根 然后你说公寓要都根 不容易 超难 要都根真的非常难 其他呢 没有闲物的设施 其他事你自己看 自己练 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同它的特色 所以没有闲物设施 好 两分最好了 有警察局或是废弃大楼 勉强给你一分 消防队殡仪馆设施 哇 这不行 消防队就是失火 很恐怖 然后殡仪馆 这个可以扣两百分 所以光是一个外部环境 这样的实体 两分 一分 零分 这实体这样加起来二十分 很复杂对不对 我光是一个外部环境 讲的就十分钟 你不觉得说 看房子真的是一门学问 而不是看心情吗 你们很多人都看心情 我觉得看心情不对的 所以你要把它写下来 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你做什么没有这个笔记本 书后面也有笔记本 然后呢 你自己可以拿一张纸写下来 拜托 看房子一定要写下来 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整个都写下来 你未来在分析这些房子好坏的时候 你才知道该怎么分析 退休之后啊 就没收入了啊 那想说把房子卖了 不用什么事情都靠孩子 那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啊 那附近啊 成交价应该在两千万以上 那个仲介啊 故意挑附近啊 比较便宜的成交价来骗他呢 所以我爸就把价格降成一千五百万 果然很快就有人来买 结果林伯伯才卖掉几个月啊 这个房子啊 又被人拿出来 卖到两千三百万 黑心仲介联手投机客 算那个价差啊 买卖房子不想被骗 请指明实价登录 完整揭入到门牌的房仲 永庆房屋宣示 为提供卖方完整成交行情 保证退服务费 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